在沙发上面办公 它还有其他的亮点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杜尔 最近又入手了几样宜家的新品 真的让我不禁感叹 毕竟是专业做家居的 设计也太牛 太好用了吧 让我对宜家的好感倍增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 我家的这一些宜家好物们 首先来介绍我新买的这一些家居好物 第一个我想要隆重推荐的 就是这一个宜家的冰箱转盘 这是我以前淘宝淘的一个旋转盘 这个旋转盘我已经觉得很香很好用了 它也是这样子可以旋转的 里面放一些调料 就柜子深处的瓶瓶罐罐 都可以很轻松地拿到 但是因为它是这样子圆形的 所以就不可避免会浪费掉四个角的空间 而宜家冰箱转盘的设计 真的就非常的厉害 它就近似是一个长方形的 所以就可以更好地用到四个角的位置 但我一开始有一个疑问 它是像这样子长方形 一边长一边短 那转的时候 是不是这里也需要空间 就会打到柜子里呢 然后很神奇的是 它竟然不会 你看它这个板上 就是一些我看不太懂的轨道 就可以做到让它拉出来的时候 整个托盘都会往前伸 它就既不会像我们想的那样子 会打到后面 反而它整个托盘会往前移 更方便我们拿取 同样的空间 用宜家这个 真的就可以收纳更多的瓶瓶罐罐 放进冰箱里 它的尺寸也很合适 我还挺想要再入手一个 放进我们家的储物柜 除了它的价格相对更贵 其他的都非常完美 还有就是要注意下面的吸盘 一定要吸稳 避免把整个托盘给拉下来 然后呢是下面的这一个 和刚刚的冰箱转盘一样 它的设计让我有一点惊叹 就真的太好用了 我觉得生活幸福感都因为买了它之后 而上升了不少 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边桌 白色的颜值很高 然后材质是金属的挺结实 它的高度可以调节 桌板的斜度也可以调节 不用的时候呢还可以折叠起来 不占地方 它的桌板大小我觉得也是刚刚好 小的来它很方便移动 然而也是足够大的放得下电脑 书笔记本等等的办公用品 把它当成一个餐桌 在上面直接吃东西也是可以的 很难去定义它是一个什么桌子 因为它真的可以有很多用途 可以放在沙发边当茶几当书桌 也可以放在床边当床边桌 我家现在呢上面就暂时放着 宝宝喝奶要用的各种东西 相当于是我家的一个喂奶桌 话说它用来喂奶也很好用 因为它够高 所以拿取奶瓶啊这些很方便 不像以前是用那种比较低的茶几 每次拿东西都要弯腰就会很辛苦 但我觉得它最适合的使用场景呢 就是work from home 窝在沙发上面办公 它这里有个杯架 可以放杯咖啡 放杯茶 慢慢的享用 因为它这个板是金属的 所以iPad Pro是可以直接吸在上面的 超方便 然后桌板可以调节到 你自己舒服的斜度和高度 底部这里可以伸进沙发里 让桌面更靠近自己 就可以深深的陷进柔软的沙发里 我会习惯下面再踩一个小凳子 就会更舒适 坐在软软的沙发上 然后咖啡呢就在伸手的距离以内 有了这个小桌子 感觉我真的可以这样工作上一整天 下面这个也是我近期入手了 然后觉得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 它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折叠绿碗 因为这种洗菜的绿碗 确实挺占地方 挺难收纳 它这个不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折叠起来存放 更省空间 然后打开之后容量也挺大的 不要以为它就只是能够节省空间而已 它还有其他的亮点 就经常我们煮东西的时候呢 会需要过一过水 像是西兰花 豆角之类的 用这个绿碗来过水也是超级方便的 等菜洗好之后呢 把这个连着菜一起放进锅里去过水 然后完了之后呢 再整一个拿起来就搞定了 就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子 拿个漏勺捞来捞去了 它这个底部是硅胶材质的 可以承受220度的高温 除此之外呢 它还可以有一个用法 就是把它给折成这种扁扁的之后呢 那就可以把它放在锅上 当一个蒸盘 用来蒸东西也很好 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厨房神器 除了这个之外呢 它还有一款类似的 那一款的容量更大 然后呢不是这种长手柄 是两个短手柄的 好然后接下来我想要推荐的呢 是宜家的这一款玻璃杯 作为一个爱做饮料的人 我家的玻璃杯真的已经不少了 但是这个呢我一天去逛的时候 还是会让我就是一眼就心动了 首先它的颜值真的很高 就简约又好看 然后它设计旁边是有这种一条一条的 手拿着的时候就握得非常的稳 很舒服 另外一个我想要买它的点 就是它的容量够大 我家的玻璃杯基本上都是正常尺寸 大概是300毫升左右 特东西特别是夏天做冷饮 会觉得有一点不太过瘾 然后这个的尺寸呢 我觉得就是刚好 总之我就是挺推荐这个玻璃杯的 我觉得可以来一套 宜家真的有好多好看又便宜的餐具 有空去认真逛一逛呢 总会有一些收获 之前那些呢就是我近期购入 然后很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宜家好物 为了让影片长一点 内容再丰富一点 然后我认真的盘点了一下 家里面的宜家好物 总结的几样我买了真的没有后悔 一直都很喜欢的好物 首先呢就是这一条水杯挂 多亏了这条杆 我觉得为我们家的餐边柜增色了不少 那它呢是有两部分组成 有一条这样子的一个挂杆 然后上面呢就可以配一些挂钩 我就是用来挂了几个家里面常用的杯子 饮水机就在这里 然后杯子在这里 平时要拿杯子喝水就很方便 而且它这样子挂着 平时就这样子看着 自己喜欢的杯子 觉得心情很好 接下来这个呢 可能不是每个家庭都需要 因为它是养宠物家庭专属 就是 就是这一个 原本说是一个猫屋 不过我买回来里面铺上垫子之后呢 就变成了我家狗狗的其中一个狗窝 它还挺喜欢待在里面 它的设计其实就是在宜家 它原本的这个凳子上面 加了一个这样子的套 套上之后呢 这里有个洞 就变成了一个宠物窝 上面支撑的这里还是它原本的凳子 既是一个可以做的凳子 然后又是一个宠物窝 非常有趣的设计 接下来来到了房间里 想要来介绍几样房间里的收纳好物 首先第一个想要推荐的呢 就是这个Alex抽屉柜 这个抽屉柜我想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它就是一个网红的收纳柜 之前很多美妆博主都是用它来收纳彩妆呀 护肤品之类的 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它为什么那么红 因为它的收纳能力真的是太强 买了它用到现在 我觉得我现在都没有把这个柜子完全放满过 我的一些护肤品的囤货 放在最下面的一格就已经完全足够了 这个柜子呢 它有不同的颜色 然后也有不同的层数 五层和九层 我的这一款呢就是五层的矮款 然后它上面可以放一个宜家的桌板 用来当书桌或者是梳妆台的 它的五层抽屉里面呢 两层抽屉是比较窄的 然后三层比较宽的抽屉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分类的收纳一些物品 我以前用它来当我的梳妆台的时候呢 就用来收纳我的化妆品 我还买了它专门的那种亚克力的间隔 就尺寸刚刚好 用来放各种的化妆品就很好用 这个柜子我真的也是太喜欢了 如果家里面够大的话呢 我真的想再多买几个用来收纳东西 我看人家家里就是那种一排的这种抽屉柜 放着就是又好看又好用 好了夸完了它的这个木质的抽屉柜 下面来夸一夸它这一款塑料的收纳柜 我家的衣柜呢 它原本的设计不是特别的好 它没有抽屉 而是那种隔层的 那种隔层呢 东西放在里面就很难拿出来 我就取掉了那层隔板 放上了一套宜家的这种抽屉柜 可以抽出来拿衣服就更好 更方便 它这种塑料的质量不错 推拉也很顺畅 就很方便安装 非常适合就是用来自己改造家里 它总共是有三种尺寸的 然后我们大中小尺寸都买了一些 就可以组合起来用 然后不同的大小 可以放不同类型的衣服 小的呢就用来放袜子呀 内衣之类的 大的就可以用来放毛衣 睡衣纸等等 也是解决了我家收纳难题的一款好物 然后还有一家衣柜里的这个配件 我觉得也非常好用 也是我家就是会囤货的一样产品 它里面一共有六个这样子的收纳 大中小每一个尺寸有两个 平时收起来就是这样子扁扁的一片 需要用它的时候呢 就把这边这个拉链拉起来 它就变成一个收纳盒了 它这种收纳盒就是那种布料的材质 就很适合放在衣柜里面收纳衣物 它这几个不同尺寸的盒子呢 既可以分开来收纳 也可以放在一起组合收纳 然后把拉链拉开一折 它就变成扁扁的一片了 也非常好放 不占空间 下次想用的时候呢 再拿出来用就可以了 这个也是我非常推荐的 他们家的一款收纳产品 我们现在来到了厨房 一家的厨房真的也是有很多 值得买和值得借鉴的东西 现在厨房里一家的东西有 有这个沥水栏 真的每天洗碗就会用到 它就是刚好可以卡在这里 大概占就了一半这个水盘的空间 可以用来洗东西 就是很好用 看今天洗的碗还晾在这里了 厨房的挂钩 只要你家厨房有装这种挂栏的话呢 就可以去一家买不同种类的这种挂钩来挂 我还囤了好多挂钩留着备用 然后是一家的各种密封袋 它一盒呢有两种尺寸 就能更好地满足不同的需求 看我还囤了这么多在柜子里 家里如果没有塌了的话呢 我的心里会发慌 最近入手的这个新款小熊图案的超可爱 它这里呢是有两条密封条的 所以它的密封性很好 我看我的清洁品图货 一家的清洁用品也真的是宝藏 就又便宜又好用 像这个西湾海绵 也是我常年囤货的 9块93个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关键是呢 它真的还挺好用的 然后还有这个抹布 2块9 我觉得用它来擦碗真的很好用 反正每次去逛宜家的时候呢 都会买那么一两条 好了 我连抹布都推荐了 又硬生生的别了一些内容出来 有机会以后调到了更多的好物 再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就下条影片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